陳署長 好 部長 還有我們陳市長 好 來 部長我主要先問一下 剛剛那個黃昭順委員說的 什麼你們要用100億去干涉選舉 我們是內政部怎麼可能去花100億去選舉 所以你覺得這是含血噴人 還是無中生有 還是確有具體事實 值得參考 所以我當時我就講說 你怎麼可以說是我們 我們內政部不可能去做這個 我們實在取締 在這裡亂講話實在是不足為訓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其實好多的委員 我也很高興 因為本席排這個專案報告 最主要還是我們如何做好防災的工作 然後也如何確保消防人員的權益 好 那今天所有的委員都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這個問題能夠引起廣泛的關注 然後可以做到更好 因為真的是蠻嚴重的一塊喔 部長你來看 我們先看這個第一個表 這個表看起來我國火災的死亡率 我們如果拿來跟美日比較的話 誒 還不錯 我們的火災的死亡率 跟美日的火災發生時候的死亡率 我們相對是低的 好 可是問題來了喔 你看我們是往上上升的趨勢 可是日本是往下降的趨勢 而美國呢 它至少也沒有往上 好 這個就看出問題了 一定要防止它不斷的攀升 好不好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來看消防人員有多累 好 因為我要來檢討 你們五年補三千人 本席認為這個說法一定要更嚴格的去檢視 我是反對這種處理方式的 你來看 我們消防人員有多累 勞基法規定的上限 好 一個月工作的時間是多少 是214個小時 也就是每週40小時 每個月54小時的加班 那每日最高12小時 就是8加4 可以補 可以這個加班4小時 那這個中間的間隔 輪班的間隔 要連續8小時的話 連續8小時的話 是需要經過公告的行業別才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消防 我們全國有四個縣市 這四個縣市 消防人員每月供時高達456個小時 等於一天要上班15個小時 如果他加班的時數都要補修的話 一個月要補修70天 做一個月要修兩個月 才能夠把他補過來 那以最低的來講360個小時 你看這個是以最低是台北市跟高雄市來講 360個小時的話呢 他每天工作也是12個小時 那你看以每天工作15個小時來講的話 他能夠有時間休息嗎 如果要睡足8小時 只剩下一個小時 這一個小時吃喝拉撒全部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基本 我們有這個圖像好不好 好 這個圖像之後我們來看 人力不足 對 人力非常的不足 我們先看一下下章 來先看一下 我們再來跟服務的人口比 再來跟服務人口比 我們全國最高的是台中市 一個消防人員服務的人口是 1928人 然後呢 全國平均是1565人 包括台北市都有1538人 可是你看看 新加坡 香港 東京 紐約 他們都在1000人以下 而紐約呢 服務人口數是 一個消防人員是服務513個市民 那台中是最高的 他竟然是紐約的3.75倍 所以人力的缺口有多大 現在消防人力的缺口 我們說的是說有3000人 好 本席認為 你要去用5年補足3000人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補 從這些資料 本席做一個建議 你來看這一張 工作時間好長這一張 我們回來 你看看 全國各縣市 他們的休假制度 有勤一修一 做一天修一天 有做兩天修一天的 好 但是 但是 他們雖然有這樣的制度了 可是真的能修嗎 真的能修嗎 他超時加班 然後真的可以那樣修嗎 好 你來看看 以超時加班 我們來看新北市 超時加班400到408個小時 那本來一個月是214小時 所以他要補修多少 補修將近200個小時 一天8小時的話 多少 二十幾天 可是他平均一個月才能夠補修三天 好 然後最多的是台中市 他可以集修三天 又可以補修3.5天 可是他總的加起來 他要補修的天數 其實是做一個月要修兩個月 可是他沒辦法 他只能夠補6.5天 然後呢 這個補修的制度呢 他必須在多久之內補修完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頁 根據我們人事行任總處 他有一個函式 這個函式是所有公務人員 來人事行任總處過來 是所有公務人員一體適用的 所以包括消防人員 他的補修呢 必須要在一年內補修完畢 我做一年要修兩年 然後我要在一年內補修完畢 所以能不能補修到 叫做什麼 看得到吃不到 好 他沒辦法補修 那現在消防人員 是很希望說 我一年內補修完畢 希望能夠鬆綁 我們先聽聽人事行任總處 有鬆綁的空間嗎 法律的規定 報告委員 現在那個 我們今年已經有修正 就是把這個 延長嘛 可以延長到一年 延長一年嘛 對不對 是的 那總共是可以在多久之內補修完成 就是一年內補修完成 就是一年內嘛 那還可以再鬆綁嗎 這部分我們 因為今年才剛修正 那我們 我們在法律的空間上面 法律的空間上面 還有可能更鬆綁嗎 更延長到兩年補修完畢嗎 因為這個補修 我們其實 加班補修是希望同仁 盡量能夠 早一早休息 因為本席剛剛算的那個工作時數 一天工作15個小時或一天工作12個小時 是以30天下去算喔 換句話說是沒有立修價喔 既沒有立修價又無法補修喔 補不完喔 連立修價都沒有是15個小時 如果我們把立修價扣除的話 那不得了喔 那一勞檢全部都是100萬100萬去罰耶 每個月罰100萬 每個月勞檢一次 每個月罰100萬還得了耶 全國耶 所以好部長來 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 本席希望這3000個缺額 趕快回去核算 3000個缺額下去以後 工作時數可以達到什麼目標 好不好 各縣市 工作時數可以達到什麼目標 你要達到勞基法規定的話 要補多少人 好 這個先做一個計算 好不好 本席相信你這3000人下去 還是達不到勞基法的目標 我們把這個計算以後 再把資料給委員 對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五年太長 絕對太長 本席希望你建立的目標是這樣 好 我第一年要補多少人 當然你有我訓練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現在訓練了多少的 鋪我在那裡 像警察的話訓練的差不多 所以你覺得說我一年可以補足 可是消防的訓練呢 消防訓練的能量 現在大概可以到1300多 可以到1300多 第一年就補1300多 有沒有可能 好 你要以什麼目標 你要以什麼目標 因為牽涉到 因為這是地方制度法 他們人員的人事 人事經費嗎 對 地方如果不偏的話 我問如何中央要買單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太離譜啦 中央買單 我還要跟人事總署 跟主計總署來做協商啦 因為有時候我也希望能夠如此 但是 天下第一步喔 而且是本席心目中 整個內閣最優秀 最有影響力的部長喔 因為錢跟人 有時候不是我能決定的 可是擋在人事跟主計啦 那一塊大餅要去搶喔 是靠部長的影響力在搶的 我覺得你搶得到 怎麼說 我盡量去搶啦 好 來 怎麼說你知道嗎 本席認為你要建立的目標是這樣 好 我第一年以降低工作時速到 多少小時為目標 然後下去計算 然後 希望你 好 希望你 三年內 能夠達到 每一個同仁 他 每一個年度 他的補休可以達到多少天 然後工作時數可以降到多少小時 用這種規劃去決定 你要做的人力補充 然後你這樣才會有一個更具體的圖像 好 我們來制定一個目標性的指導原則 你一定要有目標管理之下 目標管理的指導原則 是 你一定要有目標管理之下 好 然後去補 那目前說的五年補三千人 本席是不接受的 因為那對於這種嚴重的過勞 以及吃得到 看得到吃不到的補休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我來建議 就像我對警察的補足也是一樣 我本來講說三年 後來就提早兩年 對 然後後來又更提早 可能是不到兩年就把他補給 我希望說我這一部分 我也是對消防人員也是同樣的 用這一種來管理 來希望能夠 趕快把他補足 我們死傷的人數是在向上的趨勢嗎 那如何讓他們有充分的休息 足夠的人力 我們趕快不要讓這個趨勢發展下去 其實我到竹山訓練中心去了三次 也問了一些狀況 原因也就是我對這個消防人員的補足是蠻重視的 另外我剛剛講的那個死傷那個 其實如果把有關自殺的扣掉的話 事實上我們就不會那麼高 但是不管怎麼樣 每一個人命都是我們最珍惜的都不可以讓他 我們要必須要盡量的去消滅他 這我會建議全力去處理 本席這個數字是火災死亡率跟那個無關 那裡面有有包括那個自殺的 那為什麼把他放在火災死亡 那因為後面有特別說明 如果排除火災自殺的死亡數的話 那137個人就會比較 但是我們因為現在在統計上 每一年你都要排除 對 統計上是把它包掛在裡面 對 你看也是137到152 對 178到137還是蠻高的 其實每一個人命都是我們很重視的 很寶貴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